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宗奇怪的新聞 話說大埔就出現這個人肉的擋車檔 甚麼來的呢 就是有些人會站在貨車或任何車面前不讓你走 要你留下買路前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相關的人士其實村民是認得的 說是300元先生 甚麼來的呢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相亦跟進香港疫情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大埔圍頭村 路霸人肉港車 向司機索取過路前感 報導的內文是 是這樣的大埔圍頭村疑似出現的路霸擋車 不給錢難通過的 近日網上風傳一條短片 圍頭村一個村府 不滿一格貨車碰撞其村屋外牆的植物 竟然以身擋車 有村民透露 這名老婦人和丈夫經常以同樣理由要求路過的貨車司機 賠幾個水才放行 由於兩個人不時阻路 嚴重影響村民出入 村公所是要成立專責小組跟進處理的 有網民將一條短片上載到大埔圍頭村 街坊交流平台專頁 片段顯示 一名帶著餘父母的老婦人疑似不滿 貨車駛過她的村屋外的時間 撞到外牆植物伸出的枝葉 於是要求司機賠償 她站在車頭前 人肉阻礙那格的貨車離開 由於司機不肯就範 老婦人竟然盤坐地上 有附近村民上前勸她適事靈人 反遭她大聲喝釋 就說信不信我連你也罵了 村民速手無策 只好報警求助 警方回覆頭條日報查詢時就說 上個月24日早上接到一位姓奴的貨車司機報案 警員到場過後確定沒有人被車撞到 列作糾紛事件處理 沒有人被捕 當日拍攝影片的村民就表示 類似的情況見慣見熟 那位老婦人和姓章的丈夫 經常以圍牆植物被碰撞受損 遠路過那個公家路的貨車或小巴士機爭執 兩人在村裡無人不息 那位村民就透露 姓章的夫婦年約六十多歲 是圍頭村園居民 兩夫婦早年曾移居外國 十多年之前回流 住在圍頭村 澤桃園一個村屋裡 他們有一子一女到已經搬走 據悉夫婦兩人喜歡栽種 植物和石頭等雜物 佔據了家長外部份車路 對大型車輛出入造成不便 就說 村裡有人開設蓮花牆 也有個小巴站 所以每天會有很多貨車和小巴出入 大約五六年前 張氏夫婦 開始指責洗過的貨車和小巴 指進來的時間撞到他們的植物 就說 條路本身已經很窄 他們的植物又佔據道路 大車經過 很容易碰到他們的樹葉 村民就指 兩人的行為變得越來越瘋狂 在外牆 是裝上多部閉路電視鏡頭 監視車輛出入 就說如果他們覺得車 撞到自己的植物 就會在屋裡跑出來 人欲難節對方 要求賠償三百至七百元不等 由於賠償價由三百元起跳 村民就叫他們做三百元先生 那位村民表示 有些司機為免麻煩 甘願賠錢了事 他的母親幾年之前都試過兩次中招 就說 我媽媽做完危的 請人送泥土入村的時間 夫婦就說貨車撞毀他們的植物 要求司機賠五百元 媽媽為了免麻煩 兩次都賠償了三百元 去年九月有村民搬屋 車出車入 向張氏夫婦支付了七百元的賠償費 不過多數司機不肯就犯 發生爭執的報警處理 就說每次警察到場 起碼要搞一兩個小時 由於這個是唯一的出入道路 村民出入都受到影響 村民就指引這個情況 每個禮拜都會發生 覺得十分之擾 整件事聽起來都覺得 非常之有無搞錯 找人搞一下管理一下才行 說著姓張的夫婦 逢是人們拼到植物 就說你破壞了他的植物 不過他的植物應該是 伸延出來共駕路 那裏本身已經窄了 基本上拼到那些植物 都應該是避免不了的 於是每個禮拜都會有 追討三百元至七百元不等的 戲碼上演 所以村民都會叫他們三百元先生 若然這件事上報紙 估計一定會有下文 亦都說說有公權力的人 相關地區幫忙了解一下 整條村因為這對張氏夫婦 經常在門口吵架 不讓人走人肉擋車 搞到整條村的交通非常之擠塞 若然同局的張氏夫婦理論 就連你也罵了 非常之厲害 不知道這宗消息之後的跟進 我們繼續關注 另一邊也跟進一下 今早早元朗的大塞車 什麼事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元朗歐頭回旋處私家車廂 大馬路一度嚴重擠塞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元朗早上近八點多發生交通意外 有私家車懷疑在拗頭回旋處相撞 事發過後往錦田公路方向道路一度封閉 令元朗出現大塞車 網上流傳的交通意外現場的照片 攝氏的車輛 疑似碰撞過後 環置在路中央 令後面的車不能通過 往九龍方面的塞死了 每天車龍一度倒流到元朗市中心大馬路一帶 由於事發正值上班上學的繁忙時間 不少打工仔都帶失預算 有網友指 環洲出浪平西鐵要45分鐘 亦有人說一個回旋處玩死上班 亦有網友留言指 我剛才走了半小時出元朗 旁邊的車龍都沒有怎麼動過 不知道多不多元朗的網友 今早遇到元朗大塞車 又是元朗真的頭痛 相關的路段已經清理了 不過今早上班上學的繁忙時間 的確非常麻煩 另邊商也提及最新的疫情消息 何柏良指有條件放寬入境檢疫 暢以3加4方案 報導的來文是感及本港疫情漸趨反彈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在電台節目表示 Omicron BA.5病毒在全球逐漸成為主流 預計本港BA.5個案亦會顯著上升 成為主流病毒 並指若周邊地區流行的病毒株和本港相同 輸入個案重症比率低 便有條件放寬入境檢疫 何柏良指Omicron BA.5病毒在全球逐漸成為主流 預計未來幾個星期 本港BA.5個案會顯著上升 取代BA.2 成為主流病毒 輕症或無病症的個案會進一步增加 他認為 若周邊地區流行的病毒株和本港相同 輸入個案重症比率低 而且本港高風險人士 疫苗接種率高 就有空間調整入境人士 7日酒店檢疫的安排 可以改為3日酒店檢疫 加4日居家隔離 至於餘農界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的何俊賢確診新冠病毒 何柏妍指 何俊賢當日的核酸檢測 是陰性 由於核酸檢測靈敏度高 相信即使他當時已經帶有病毒 單病毒量和傳染性都相對低 加上會面當日各人都是戴較高規格的 KN95口罩 相信播毒風險微乎其微 專家就倡議3加4方案 即是3日酒店 4日的居家隔離 不知道對香港的經濟會否起到幫助 亦要關乎疫情的事態發展數字方面 昨天跌穿2000以下 不知今日最新的確診數字 另一雙何俊賢議員確診 日前因為大合照的時間 正正站在國家主席的後面 各界都非常關注和擔心 為何弄得這麼論盡 百物一疏 結果專家就說 因為當時戴高規格的口罩 就應該沒有那麼高的傳染性 但願如此 但怎樣說也好 這件事都是非常之論盡 彷彿整個活動 由起初突然遇到風暴 即百號風球 再到相關的慶典辦多番出錯 再到合照的議員確診 的確令到有些朋友搖頭探飾 因甚麼解救弄得這麼論盡 我是邰仔 我們下節短篇繼續聊天